陈于希为何能够在世锦赛当中 暴冷击败全空禅夺冠 红姐说了一番真心话 球迷看懂 陈若琳惭愧了 大家好 我是直言 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体育 这一期视频呢 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咱们中国跳水队 聊聊跳水队在世锦赛比赛当中 那么陈于希为何能够一举在决赛当中 暴冷击败全空禅夺冠 那么可以说 在这样的一个比赛背后 红姐她的一番话 也是揭晓了真正的原因 让广大支持全空禅的体育迷都能够看懂 那么同时也让她的主管教练陈若琳有一些惭愧了 而如果你看到本条视频 也支持我的看法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点点关注 你的点赞将会更多关注和支持中国跳水队 更多喜欢全空禅 喜欢陈于希的体育迷朋友 能够看到这条视频 接下来呢 咱们就言归正传 一起和大家聊聊中国跳水队 聊聊关于世锦赛比赛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 在近期咱们中国跳水队是再次进行一次出征 在日本福岗所举行的世界游泳锦标赛 在近期也是正式的开展 而在昨天呢 咱们中国跳水队也是上演了神仙打架 因为在昨天中国跳水队是出战了本次比赛的女子十米单人跳台比赛 那么这一次比赛我们也都清楚也是由咱们中国跳水队的全空禅和陈于希去出战 那么这两个拳手呢在前期也是实力不分伯仲也是咱们中国跳水队年轻一代的佼佼者也是我们的一个代表对吧 所以说本次比赛依然充满看点两个队员谁能够在决赛当中发挥出稳定的状态 谁能够拿到冠军也是备受外界关注 而就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在决赛里 那么陈于希确实意外爆冷再度击败了全空禅 个人也是完成了世锦赛的三连怪 那么这样的一个成绩确实让广大的体育迷感觉到有一些震惊 而且呢是有一些意外 因为在此前的预赛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陈于希是两度败给了全空禅 所以说当时也就体现出了陈于希不在状态 对吧 而且陈于希他赛后也爆料 自己个人也是顶着感冒的这样一个难受的体验 去参加到本次比赛 所以说这多多少少也给他带来了比较大的影响 那么可能当时很多体育迷认为啊 全空禅拿下本次冠军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一件事情 但不曾想在决赛当中陈于希却是发挥出了个人稳定扎实的状态 最终一举击败全空禅拿到了本次赛事的冠军 而且我们看到这一次两个队员整整是差了十多分啊 那么这完全不是全空禅已经该和陈于希之间的差距 所以这一点也是让广大体育迷泡为意外 而我们说为什么全空禅会在决赛当中又出现了再度被陈于希暴冷的情况 在此前的预赛里他发挥非常出色 为什么到决赛就不行了呢 实际上在本次比赛结束之后 那么全空禅也是揭晓了个人原因 也是说了一番真心话 那么在本次比赛结束之后呢 全空禅面对媒体是给自己打分 他给自己本次跳水赛仅仅是打了60分 而在谈到自己表现的时候 全空禅表示整场动作下来还不是非常满意 还有一些小的失误 自己并没有太多去关注分数 每一场比赛呢都在想着自己的动作和按照教练的要求去跳 那么通过全空禅这样的一个表态 我们其实也能感觉到这一场比赛 这一次几次跳下来之后 全空禅他其实对于场上的失误也是能够显而易见 而且呢他在每一次跳之前 都会想着自己的动作 都会去想着教练的要求 那么其实通过全空禅这样的一个表态 我们也不难看出 他在场上在决赛当中还是很难去放松自己 对吧 那么虽然说陈若林在比赛之前 可能说在整体的细节动作上 给全空禅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决赛当中 在心理疏导上可能还是没有做到最好 所以说全空禅才会在场上呢 出现这些失误才会导致他在本次决赛再度不敌陈于希 那么这一次其实整体比赛结束之后 也让全空禅和陈于希的差距呢 有一些拉大 因为我们看到陈于希他往往在决赛当中 能够发挥出非常理想的状态 能够更加稳定 像在这一次比赛当中 全空禅虽然在207C动作上拿到了7个10分 但是呢他仍然无法去超越发挥稳定的陈于希 所以说本次比赛结束以后 也是让全空禅的主教练陈若霖有些惭愧了 那么在陈若霖带队全空禅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无法在大赛当中 在决赛里带他去突破自己 去能够真正的展现自己的实力 那么这一点的确备受外界之疑 而陈若霖他也应该主动去改进三行 最后啊我们也希望全空禅能够在 之后的比赛当中发挥更好的比赛表现 也希望啊他们能够尽早的解决问题 好那么本期视频呢就聊到这里 喜欢听之前聊体育的朋友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呢也可以在视频下方 给我留言讨论 体育新闻事下期咱们接着聊 好 好